好不好 不可以進來 麻煩一下 不可以營業 這個夜市現在是非法設置的 貨車被拒於門外 要擺攤不行 市府以人牆阻擋 攤車進駐 又被推出去 這個夜市是違法的 麻煩一下 麻煩一下 你們趕快把你們的攤位 撤離出去 經發局人員手持大聲攻 沿著攤位勸導 違規營業 不排除斷水斷電 引起攤商不滿 當場嗆聲 剛剛外面有幾個攤位 我們已經搬出去了 攤販之所以會一肚子氣 因為料都備好了 食材好幾萬的成本 我現在唯一想知道 我們要怎麼辦對不對 那如果今天不擺成的話 大概食材都丟掉 幾萬塊 臺南知名大東夜市鬧分家 原大東夜市9月11號重新開幕 但尚未取得夜市的營業許可 夜市照擺攤 經發局勸導驅趕不聽 當場開罰單 超市場管理條例 開罰1萬塊 年輕就爽了 不然夜市 卡關卡板 這條拿不下來 因為貪翻也是要升級 所以開罰的部分 都由我們業主來承擔吸收 他們管理知識條例 我們將會除以業者 1到5萬元的罰還 不分次數的裁罰 然後最後 我們要記出我們的鐵碗措施 來不排除斷水斷電 因為經營分裂 大東夜市和大東東夜市一線之隔 大東夜市文件還沒有核准 只要擺攤就會罰 也不排除斷水電 還沒取得營業許可執照錢 繼續擺攤 市府人強阻擋場面 就會再上演 TVBS新聞顧手昌台南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 TV